那你没去跟这前女友谈谈啊 她前女友倒是挺主动的 她背着我用微博小号跟她互动 然后她前女友很过分你知道吗 她把她俩互动的截图私信给我 我觉得这就是在公然挑衅我呀 截图啥啦 截图就是说 你起床了呗呀 然后今天都干嘛了呀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话 私信发图给我 你怎么回应的呀 这前女友 她那群好朋友更可笑 直接在她微博里面直接去骂她 我觉得你女朋友就该骂呀 她那时候完全就不跟我讲 我朋友他们也是对我打包不平对不对 但是明明就是她前女友先来招惹的我 到后来她却数了我 但是我俩的事就不能我们自己解决吗 非要牵扯到外人吗 可是你每次一提起她就在偏袒你前女友 我觉得你要再这样子下去了 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 所以你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吗 对 我觉得我这样子很累 因为每天都是我主动续航问乱 但是她呢每次一有什么事情 反正之前的事情发生了 她都怕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我就特别气愤 我平常就喜欢稍微安静一点 但她就是我觉得她太过于连我了 每天不管我出去到哪里 她都是组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 然后现在担心到什么 我出去跟好朋友一起出去 她都不打电话了直接发视频 她直接一个视频谈过来知道吗 然后让我现在觉得有点太过于连我了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什么气管炎之类的 我觉得我太没面子了在朋友之间 即便是这样你还是忍了是吧 因为我是喜欢她呀 你喜欢她什么呢 我喜欢她的所有啊 我觉得要坚持她的所有啊 你这多矛盾啊 刚说她太年受不了 你又说喜欢她的所有 但是我希望她可以改变是更好呀 她不能变呢 不能变也是我喜欢的啊 我喜欢就一定会喜欢啊 我不能说去强扶她改变 我只能说今天来到这里的话 我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就你是准备继续包容的 但是姑娘反而觉得忍不了了哈 她不够主动不够热情 对 好 那该怎么办呢 听听我们智慧的老师 怎么来解决你们这小情侣的 不大的问题哈 来 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